天下第一贤妻 我的天哪 这说的 感觉你就是天下第一贤妻呀 江百合啊 在婚礼那天我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一匹长着反骨的野马 我们黎家是很难驯服你的 驯服 妈 我是人 我不是野马 江百合 江百合 江百合你是存心要跟我过不去是吗 我开我开 来了来了 大华 来来来来 屋里请屋里请 叔叔 坐 大华 我们家草草不在家上班去了 你有什么事情 那个正好她不在我也不找草草 那你 我就是想问问叔叔阿姨 能不能帮我照一下这玩意儿 大华 你这抱的谁家的玩儿 我表姑的 表姑的 表姑的 妈呀 妈呀 这 大华 我们家草草属耗子的 我们家不养狗 你拿走拿走 别别别阿姨阿姨 那个狗拿耗子那是多管闲事 但是草草和她之间 我绝对站在耗子那边 你快拿走拿走 您帮我养一份时间吗 不行不行 草草妈 留着她吧 有了她以后啊 咱们草草和大华之间 可以多走动走动 是好事情啊 对对对 好事情 她不咬人吧 不呀 绝对不咬 好 好贵哦 是 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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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巧啊 毛球 天底下的倒霉事 都让我碰见了 毛球 你刚说这毛球不能养 得 这毛球就失踪了 毛球 妈 您别急啊 我能不急吗我 那是我儿子 我能不急 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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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毛球 我已经找了到处都找不到啊 那 那圣龙去看看吧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顶嫂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 有你什么事啊 江百合在演戏 你也在演戏啊 还不快给我去找 好 好 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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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养了一群没有用的东西 连个狗都找不着 我走了啊 你在这儿要安分守己 知足常乐啊 这虽然没有家里地儿大吧 但起码没人拿你生事啊 你放心 百合姐姐要是平安生下宝宝之后 我一定接你回去 大哲家 麻烦 我小占大事 延下 脱胎换骨 小声点 是不是太好 各位同事 今天是我的生日 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K哥怎么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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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朗 宁夏她已经回来工作了 你打算一直把她留在这儿吗 她已经流产了 我怎么忍心让她这个时候丢了工作 哥 你有时间 就多陪陪她 我陪她 你觉得她需要我吗 我觉得你不应该躲在这件事情的后面 到了 这件事情我自有份寸 你不用太担心 说话 我不知道黎副总也在 我只给李总冲了一杯咖啡 抱歉 没关系 你也不是我的秘书 我如果要喝的话 会让我自己的秘书为我冲的 对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可以邀请黎副总 今天晚上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吗 今天是你的生日 那好吧 我跟明朗会准时到的 就我们两个人 好 那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出去了 明朗 我说了 根本不用担心 黎副总 别忘了今天晚上我们的约会 时间和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 就我和你 不然呢 还会有谁啊 好 那晚上我们见面再谈 明秘书今天去哪儿开心啊 不好意思啊 我给记错了 我的生日是明天 这也能记错呀 害得我把晚上约会都退掉了 那个 这个茄子 你切成多少之后立刻拿水给我泡上 要不然容易变颜色 知道吗 还有呢 就是你平常做菜都是江浙一带的 偏清淡 表姑喜欢重口味的 太咸了对身体不好 你别信那个 还有啊 这茄子回头给我蒸了 蒸了之后再给我和上豆瓣酱 然后呢 把咱剃出来的那个蟹肉 再给我放回去 之后再给我转回蟹壳 大华 大华 转回蟹壳的啊 表姑别 大华 这么长时间没找到毛球 你跟没事人似的 赶紧给我去找啊 那个 不是 表姑父都回来了 我猜还没下锅呢 毛球都丢了 你还有心思吃饭呢 赶紧给我找去 大华 厨房有我帮忙呢 你先跟妈去找毛球吧 拜托拜托啦 这都几点了厨房还没准备好 找个灰烧菜的保姆这么难吧 大姐 表姑娘真不知道这有多难呢 好 那还不赶紧去找 他kö 没想到这里 的 上规似吧 对 文字 文字 断 说 文字 我去看你 怒火可以烧死敌人 但是也可以毁掉自己 那我请教请教黎副总 怎么在烧死别人的时候 不烧伤自己呢 这个事情我不懂 你少在那装了 你在我面前还需要装吗 你敢说 一直活在你弟弟的阴影里面 对你的命运 你就一点怒气都没有吗 您想 我告诉你 做一个可怜的女人 还有人怜惜 这是一种福气 但是做一个可恨的女人的话 让人讨厌 这是晦气 千万别把晦气 当成福气 这种福气 白河 你现在有缘在身 每天这个被我妈盯着 那个被我妈看着 会不会不习惯 怎么会呢 妈也是为我好 不过 能利用这次机会 把跟妈的关系变得融洽 我觉得是件好事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谈谈心 聊聊天 这李空击这么好 对我们的宝宝 应该也会很好 那一定会的 白河 我在想 要不我们两个 自己搬出来住吧 我给你一个温馨 温暖的家 让你做一个 幸福快乐的妈妈 怎么样 明朗 你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 我们现在搬出去 妈肯定会生气的 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们就 先别回去了 我们过一天 二日失窃吧 好吗 二位晚上好 请问是第一次入住本酒店吗 是的 那二位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你定吧 给我们一间好一点的套房吧 好的 没问题 给二位先生小姐安排一间靠近花园的房间 好的 如果你们明天没有什么急事 我保证你们会被鸟叫声唤醒 而不是闹钟 明朗 我饿了 饿了 麻烦你 我太太是孕妇 不能吃得太油腻 你有什么提议吗 当然 我们有专门的开源营养孕妇餐 真的 太好了 麻烦你 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 先生您好 您的房开好了 房号是635 这边请 祝您入住愉快 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走 怎么样 喜欢吗 挺好的 喜欢 这种心情就对了 你就当是我们坐着太太女客号 然后出海 出海呢 船就沉了 然后就漂流到一个荒岛上面 这荒岛呢 四季如下 风景秀丽 正好还有家酒店 没错 正好还有一家酒店 明朗 有件事我想事先跟你商量一下 说 将来我们的孩子 我们自己带 好不好 这个 怎么了 我明白你想说什么 但是 爸妈不一定会同意的 可是你也看到了 孩子还没出生呢 妈就紧张成那个样子 天天守着 我很担心 万一将来孩子由他们带着 肯定会惯坏的 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 我们和爸妈是两代人 两代人呢 就会有两代人不同的社会环境 不同的思想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 我们自己带 难道你不想看到 我们的孩子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一天一天成长吗 这样 这个事情呢 我们到时候再商量吧 好吗 不行 你现在就要答应我 那到时候你可别嫌烦啊 小朋友不闹的时候 是挺可爱的 但是什么 拉屎啊 然后一哭闹啊 那可是世界末日来了 你别看人家带小孩 挺简单的 退退小车 去晒晒太阳 去逛逛商场这样的 人家闹腾的时候 可没告诉你呢 我知道 但是我作为妈妈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呀 那你作为爸爸 你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 我当然准备好了 那么就定好了 我们的孩子自己带好不好 好 我的饭来了 好 来了 先生 这是您的晚餐 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 开园九龙湖度假村 将结成为您服务 好了 谢谢您啊 不客气 百合 吃饭了 太好了 我和宝宝都饿了 这是什么呀 打胎药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我看着你睡觉的样子 就想起你们姐俩小时候 我真是怎么看也看不够 不知道你妹妹她现在在哪 怎么又说妹妹啊 现在讲这些干什么 我哥呢 你哥他昨天等了你一晚上 一早他就回学校去了 他走了 他给你留了一封信 什么信 谁呀 我去 怎么是你啊 我家不欢迎你了 别 侯爷 侯爷 别别别 别进来 别进来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就帮一个忙 我不能去 就帮一个忙 我真的不能帮 我宁秘书太好了我跟你说啊 你说小不小 红衣跟我表姑 一个地方人 你看你看 人份哪 那么多保姆 我表姑一眼就看上红衣了 我知道这事吧 挺难为你的 你就勉为其难 你就把红衣让出来吧 你怎么说话呢 我又不是个东西 说让就让了 您当然不是东西 不是 您是东西 不是 我不是东西 行吗 求您了 我真的是不去 我真的是不去 你赶紧走 赶紧走啊 侯爷 你赶紧走 你先回房间 我跟大华说几句话 我 我 你先回去 侯爷 您好好考虑考虑啊 我不考虑 您再考虑考虑啊 我跟你说 我正好想辞了他呢 因为他太好管闲事了 要不你先别急 晚上呢 我就想办法 让他去离家报到 真的 行行行行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喂 哥 尼朗 嗯 你们在哪里啊 哦 我跟百合捉来散散心 可能这两天就先不回去了 哦 这样 那你们在外面要注意安全 好 放心吧 没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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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 是大哥催我们回去了吗 没有 他就问一下我们在哪儿 要不 我们还是回家吧 你想回去啊 嗯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爸妈了 记得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特别兴奋地向爸妈宣布 说我以后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陪他们了 可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 这个时间这么短 现在我再也牵不到他们的手了 我现在觉得 人生真的好短 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明朗 我希望我们 能够珍惜 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百合 其实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可以一家人 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 所以你的家人 也是我和宝宝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 我要更努力 试着去做一个 好儿媳 好妻子 好妈妈 能够遇到你 能够遇到你 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来 来 大花走了 我都说不去吗 来来来来来 我都说不去吗 你坐着 这个呀 是我用第一个月攒下来的工资买的 我当时就想 如果有一天 我要是找到我的妈妈 我一定会亲手给她戴上 来 给我 来 给我 给我 妈 真好看 你刚才叫我什么 妈 妈 你终于叫我妈了 你终于认我这个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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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弟 妈就盼着这一天哪 赵弟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赵弟 赵弟 妈 妈 你别哭了 你看你这一哭 把我心里哭得怪难受的 好 你看 咱们俩现在不是团聚了吗 应该高兴才是啊 好 以后 咱们俩就相依为命 再不受那些坏人欺负了 妈 可是我的心里过意不去啊 妈 现在黎明朗和江百合在一起 但是我的孩子没了 被他们给害没了 这老天 为什么让我的女儿命这么苦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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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别哭啊 我们现在不能哭 我们要是哭 他们就在后面笑话我们呢 你去帮我把明朗抢回来好不好 就算是抢不回来 我也不能让那个江百合好过 行 你让妈做什么 妈都为你去做 上刀山下火海 妈都愿意为你去做 妈 只要你现在 顺着那个妖老婆子的意 去离家当了保姆 我就什么都好做了 我去离家当保姆 我知道让您去离家当保姆 委屈您了 但只有您去了离家 我们才能狠狠地下手 可是 不能让江百合和黎明朗过得这么舒心 还有那个妖老太婆 她居然利用我 我不能让她好过 可是我们那么做 是不是太饿了 会遭雷劈的 怎么会呢 这事是我让你去做的 要毕业得劈死我呀 不不不 快呸呸呸 别这么说 好好好 你别急你别急 妈为你去做 妈去 妈这就去给那个大华打电话 好吗 赵地 你等我一下 赵地 赵地 你看 这块玉佩是我给你们姐妹俩准备的 这是咱们家祖上传下来的 妈就盼着找到你们姐妹俩的那一天 把它交给你们俩 来 妈给你戴上 来 来 江百合呀江百合 毛球还没找到呢 你倒是逍遥 拉着明老连家都不回 妈 怎么了 一个人闷闷不乐的 人家都说养儿防老 你看看这明朗 那我分明就是给江百合生了一个好老公 我倒成了恶婆婆了 当时就是不应该听你的 就是不应该让江百合进门 这一步走错 步步都错 好 命运啊 她是负责洗牌的 可是打牌的是我们自己呀 玩家拿了一手烂牌 只要继续努力 一样可以有翻盘的时候 怎么讲 对江百合好一点吧 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在帮谁呀 你想想看 现在江百合拥有的股权 跟我老爸的数目是一样的 可以说是平起平左 如果你得罪了江百合 我们黎家也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只要百合不理公司的事 黎江依然掌握在我们黎家手中 有道理 那我就听你的 对江百合好一点 说不定她一高细 就慷慨解囊了呢 可是我有点心不甘 做大事的人抓大不抓小 这些过程根本就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结果 再说了 百合其实不难讨好 只要骂你对她一笑 她就受用不止了 好 听你的 表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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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来就来呗你 诈呼什么呀你 老板我叫赵红花 您看我我这是从老家给您带的蜂蜜 您尝尝我送给您的 你不是上一次跑了的那个保姆吗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 怎么样 转了一圈还是觉得我们家最好吧 好吧 大华 就让她住百合原来住过的那间房间吧 先试用一个月 再看看吧 谢谢老板 去吧 百合 来 我们继续 妈 妈你怎么了 快快快 腰扭了不能动了 这儿啊 疼吗 疼 快快快快到我房间去 把那瓶红花油给我拿来 我的天哪 这 这真是人老了 真是 老板 老板 您扭腰了 是 您别动啊 我给您捏捏 您 您还会按摩啊 会会会 在农村他们落枕哪 扭脖子都是我来治的 您忍着点啊 好点没有 过来了吧 别说啊 还真能动了 你还有这手艺呢 以后啊 别老板老板的 我没记错的话 上一次你说咱俩是老乡对吧 你就别叫老板这么生疏了 不行 那不是坏了规矩了吗 赵红花 以后啊 你到我们家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在我们家 我就是规矩 我说了算了 知道了吗 来吧 我这腿还有点不舒服 哪 哪不舒服啊 就是这条小腿 特别重 你站好了啊 好 来吧 我也丢腰了 叫你扭 走 没人哪 估计啊 这小丫头又喝多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 那门没锁 我这不就进来了吗 不是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找你啊 我卖消息给你 结果那姓秦的跑了 那王八蛋现在欠我钱还没还呢 那你找他要去啊 我要是能找着他 我能来找你吗 这姓秦的一跑 那可就断了我的财路了 我之前给你的那些钱呢 最近这 有点背 全输了 你说我这消息 是不是帮了李家和江家的大忙 我说 不然你管江百合给我要点钱 我就不来找你了 我跟你说 你少跟我提江百合 他把我孩子害死了 我现在恨不得让他跟我孩子陪葬 那我不管 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在你们家住下 你说什么 你还赖在我这儿是吧 我二姨呢 你二姨去李家给人家当保姆了 你有什么事情去找他 你别赖在我这儿啊 你当我傻呀 这时候去李家 那不是自投楼网吗 我哪儿都不去 就在你这儿住下喽 行啊 你就赖在这儿是吧 我现在报警 报报报报报 赶紧报 你要是报警啊 我还有饭吃 等我出来 我就天天到李江去缠着你 报报报报 你要挟我是吧 好好好 我找你二姨来整你 去去去 找去 我怕死你了呦 看够了没有啊 约了你早就醒了 今天是周末 让我多睡会儿吧 明朗 我这几天 跟新来的红姨 学会了按摩 还学会了几道 妈最爱吃的家乡菜 心情呢 是非常的好 是吗 学会按摩 学会做菜 学会做菜 就这么开心啊 百合我知道 你这样做 是为了让我妈开心 你是天底下最好 最完美的女人 我希望我们的宝宝 就像她的妈妈一样 把妈妈的美德 传承下去 一代一代传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好啊 怎么没有啊 不说了 我们睡觉吧 睡觉 明朗 你干吗你 明朗 还给你 不要她了 她跟你亲 你怎么这么没人性啊 我爸妈年龄大了 养个花花草草还行 这个小玩意儿 你说我爸妈能受得了吗 她昨天晚上拉了一晚上肚子 我可陪她打了整整 一晚上的调瓶 你要累死我们啊 草草啊 你这么有爱心哪 毛秋儿赶快叫妈妈 谁是她妈呀 毛秋儿叫爸爸 挑死啊你 想得还真美呢你 好 我 哎呀 你在哪里 我的宝贝啊 哎呀 你去哪儿了 妈妈想死你了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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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在你这儿啊 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刀华你快告诉他我来他家干什么 说 因为我怕得宫行虫 所以就 林曹操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绑架 所谓绑架就是犯法的 动物虽然是动物 但它也是一条生命 难道你就不懂法律吗 要我要我要我 要我要我要我 快走快走 要我要我快走 大黄 你真会想啊 要我要我要我 要我要我 公行虫 咬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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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该 你去帮我把明朗抢回来好不好 就算是抢不回来 我也不能让那个姜百合好过 妈 想要你现在 顺着那个要我脖子的意 去离家当了保姆 我就什么都好做了 妈 到离家之后 首先要让姜百合吃好用好享受好 我列个清单 你照着菜单买菜 记住了 红衣 我来帮你吧 不用不用 你不会 我会 我来吧 你去帮别的吧 你小心点 好 这小逆子还不回来 真是成心想饿死我呀 不行 我得找我二姨救命去 来来来 我们先干一杯 好 来 不错不错 红衣 这些都是你做的 太太 太太 我刚来您家 也不知道您的口味 这都是大华教我的 她说今天有孕妇 特意做了几道营养的菜 好 百合 多吃点啊 大华呀 这一回我还真是要表扬你啊 看人的眼光不错哦 那是 我可是三顾茅庐 用我三寸不烂之蛇 才把红衣给抢过来的 太夸张了吧 行了行了 给你个棒锤你就认真 去去去 忙去吧 来 艾娜 多吃点啊 黎天 你也照顾一下艾娜 好 来 红衣 谢谢 你把这个螃蟹给百合加一点 好 虾冰蟹酱嘛 等等等等 她不能吃这个 怎么了 太凉了 太凉了 好 红衣 那你赶紧去热一下 太太 我刚蒸出来的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螃蟹属于良性的食物 孕妇不能吃 那好吧 来 给她盛一碗甲鱼乌鸡汤 好 这个也不能喝 不行不行 明朗 你这干什么呀 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喝的 不是 网上说的 这甲鱼 螃蟹 还有海带 都是良性的食物 孕妇不能吃 吃乱会滑胎的 滑胎 有那么严重吗 就是那么严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些 我再去给百合另外做一个汤 红衣 红衣 不用了 这不怪您 红衣 去 给百合再做个汤 是 明朗 网上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准确的 都没有科学依据 不用当真的 百合啊 还是小心为好 明朗 我当年怀你的时候 也没那么多规矩啊 你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这样吧 我们也不担责任啊 你把这个孕妇不能吃的 都列一单子 好 我一会儿列好了 就交给红衣 明朗 你真的好细心啊 真是个好男人 来来来 我们哪 动快 大家吃 快吃 这个菜可以吃 来 多吃点 我嫁给你啊 明朗 你又没怀孕 你吃螃蟹吧 好 行 好 你